据人民网报道 2017年即将至泰南的普吉潘崖和甲米府将迎来中国公民的旅游高峰 为了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 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驻普吉领事办公室发布了以下安全提醒 安全提醒一 涉水项目风险大 2016年泰南普吉潘崖甲米三府 已经发生30起中国游客因浮潜和游泳而溺亡案件 在此特别提醒参加任何涉水活动时 切记不要轻视大意 如果需要参加浮潜 务必接受正规培训 确保能正确的使用氧气面罩 在海滩或者酒店游泳池游泳时请结伴同行 儿童以及老人必须有他人陪伴 海滩若是插有红旗危险警示标志 严禁下水 凹铃或者身体不适的游客 请不要以身视险 安全提醒二 遵守交规保安全 泰南普吉潘崖和甲米府属于海岛多山地区 陆窄弯道多 2016年已发生上百起中国游客 因交通意外伤亡的案件 建议游客需谨慎的租车自驾 为持泰国驾照或者国际驾照 而私自驾车的行为均属违规 行车请遵守当地交规 靠左行驶 闻名驾驶 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行车 如遇意外 在报警的同时 尽可能的拍照留存现场证据 安全提醒三 购买保险多保障 在泰国发生意外事故后均通过保险赔付 不论是自由行还是餐团游 建议在行前向正规公司购买一份旅游意外险 若在泰国当团应先了解合同是否包括了旅游意外险以及理赔范围 以便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安全提醒四 看管好证件财物 上述泰国三府 飞车抢劫 酒店行李财物被盗游玩遇窃等案件时有发生 建议游客提高警惕 请屋随意抵押护照或者是转交他人 个人证件和贵重的物品 务必随身携带或者存放在酒店保险柜内 一些酒店门窗较多 请在睡觉或者离开房间时仔细地检查并锁好门窗 安全提醒五 及时联系亲友报平安 近期多名国内家属致电领办询问在泰游玩亲人的安全情况 建议游客在外旅行时 注意与家人约定好联系方式 保持通讯的畅通 并及时告知出行境况 免家人担忧 如于意外紧急情况 请及时地向现场人员求助 并可联系以下电话 寻求帮助